今天是周四 但我们将周五Tag Talk 移前一天 变成今天星期四播出 为何呢? 因为明天星期五 会有一条影片一定是明天才播出 为了不想一天出两条影片这么乱 所以我们将周五Tag Talk 变成今天周四Tag Talk 但说的其实都是那些 各位大家好,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讲解的技术题目 都是承接上两期的 上两期,讲完之后打算收工 但后来发现,好像还差一件事未讲 其实很简单 不再说,今天就讲完它 就是Sick with Color Space 正式讲解之前,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还有点赞我们的Facebook 还有订阅我们的IG 有很多幕后花碎可以看看 也是那句话 在这个讲解之前 也做过一些资料搜集 虽然力求准改 但也有可能会错 如果有错的话 记得在这个留言里面 说回正确的版本给大家知道 好,Sick with Color Space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显示到的颜色范围 人眼可以看到很多颜色 这个人眼可以看到的颜色 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图表达 这个图,我想大家都一定会见过 这个就是CIE chart 眼虽然可以看到很多颜色 但显示器上,其实不是真的显示到 这么大范围的颜色 其实Rat 709 九十年代 已经是工业标准的色域 但很少就达到民间的使用 来到这个Full HD 年代 标准的色域就去到这个Rat 709 我们的电视机和投影机 都可以很轻松显示到Rat 709 的色域 但世界是进步 来到4K 的世代里面 色域再一次扩大 尽量接近我们人眼看到的色彩范围 就是这个BT 2020 BT 2020 基本上就是标准里面 最广阔的色域 我们的4K UHD 蓝光碟的标准色域 都是BT 2020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很多电视或者投影机 或者显示器 实际上 物理上 它都显示不到BT 2020 这么大的色域 所以取而代之的一个4K 年代的色域 就是一个叫 DCI-P 3 的一个色域 DCI-P 3 就是2010 年 开发出来的一个色域的制式 就是由多间电影公司联合开发 主要就是给这个数码电影院 作为一个色域的标准 DCI-P 3 的色域 就是介乎RAD 709 和BT 2020 之间 将它量化计算 它是多于RAD 709 26% 主要多的地方就是在红色和绿色上面 而绿色就是人眼最敏感的颜色范围 直观看下颜色是更加鲜艳明丽的 由于投影机和电视 亦可以轻松地显示到 DCI-P 3 的色域 甚至乎去到一些漂亮的手机和Tablet 都已经可以做得到 所以今时今日我们民用看到的最高质素颜色 其实大部分 就算你是买4K 的碟 或者是看最漂亮的 Streaming 平台 其实都是在看 DCI-P 3 最漂亮的色域 但有没有软件可以超越 DCI-P 3 的色域 我在搜寻资料时 我想与大家推介一个YouTube频道 这个叫做 HDTV Test 它长期做了一些真真正正 非常技术化与专业的电视测试 去年利用专业的屏幕来测试 究竟4K 碟里面的颜色 虽然的色域标准是BT 2020 但究竟是否真的在碟里面的颜色 是真的可以去到呢? 还是只是用 BT 2020 的箱装置 装置入面一个比较小的色域呢? 它的测试就发现 几套很著名的 4K UHD 的碟 结果的色域都只是局限在 DCI-P 3 是过不了 DCI-P 3 的范围 直到他们试到几个碟 才可以过到 DCI-P 3 的范围 即是表示他们很接近 BT 2020 或者去到 BT 2020 的水平 哪几套呢? Sony 的 Spider-Man 动画 Lego Movie 的 Batman 这几套都可以有一个更广阔的色域 如果大家买点的时候 这几套的颜色 就真真正正可以做到 BT 2020 的水平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跟大家说 不同色域就是不同的色彩范围 和演算方法 所以他们之间是没有互相的关系 即是说你不能将这个色域转来转去 然后就会变得更好的颜色 只有正确还原陆键的色域 才可以准确地表现颜色 那摄录的产品又怎样呢? 摄录的产品一般来说 都可以拍摄到 Red 709 的色域 如果是一些可以拍摄到 HLG 高动态范围的相机呢? 他们亦可以选一些 BT 2020 的广阔色域 当你去做后制和 Color Grading 调色的时候 就记得要将色域调正确 然后才进行调色 否则这些颜色是错到七彩的 今天跟大家讲解 Color Space 色域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就讲解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的视频和粉丝点赞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旁边的小铃链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有关于视听技术的三集 Tech Talk 终于完成了 下个星期就应该是 Airic 了 因为他这个星期有点忙 最后一句就是记得戴口罩 保障个人卫生, 保持健康 有命才可以继续听 Hi-Fi 听 Tech Talk 下个星期见, Bye-bye